isk isk 这个人已经抓过了 安述在那等班中 以上视频是在中国当地时间8月25日 被中国的网友在微博上披露 在中国当地时间8月25日下午18点33分 广东顺德的当地警方在通报中提到 在中国的当地时间8月23日17时 以广东顺德警方接到本地民众报告 称在顺德区大梁街道广延路段 已经将一名异常行为男子包围 此后他们立马前往处理 事后经过了解 起因是摄氏女士步行途经该地时 被摄氏男子李某突然抱住 并暗倒在地之后依托下下体服装 以响应中国的三胎政策 看样子非常着急 附近热心群众发现后 当场将摄氏李某控制 至于摄氏李某为何这样做 广东顺德的警察了结到 摄氏李某已今年7月 从广西来到大梁 与母亲同住 因为生存艰难 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 才想到通过这种手段 谋点利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某突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